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朝新up主梁夏不是梁夏 相信各位已经抽到这位雷系大姐姐了吧 不知道各位都是多少抽出来呢 反正我是大保底啊 真的是太棒了呀 这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新角色引领的角色攻略啊 机制强度如何 配装配对优格如何选择啊 有帮助各位喜欢给点赞支持一下 至于一个硬币实验同样视频对转发情绪比较大 如果你不要转发给谁可以转发给我呀 同时我今天拿呢谢谢 先说定位吧 引领主要是一位负谁角色 经过辅助增加能力 同时又能作为主谁的战场输入了一名角色 说白了 非常万金油 几乎可以加入任何的队伍 后面也会说到比较适配的队伍吧 还有配装啊 为了更好深入这个角色 我们先用技能方面说起吧 普攻常规的输出模式 作为负谁可以完全不点 如果是主谁 那就需要点了 普攻没什么好说啊 操纵一个傀儡的东西进行输出 有近战和远程的输入机理啊 重极就是更大的范围伤害 总体倍率确实不高啊 然后来看战绩啊 不对一技能啊 这稍微比较多啊 这里归纳一下 看技能详情有三个伤害是吧 第一个没什么好说的 释放异的倍率伤害 第二个倍率伤害就是一技能释放之后 不是一个圈在状吗 在这个期间 领岸这个一技能就会触发一个范围伤害了 也就是说一技能有两段伤害的 第二段的话伤害更高 范围更大 而第三个倍率稍微有点小复杂了啊 这个就要从天赋的负罪标记说起了 通过普攻技能大招登场技都能挂这个buff 这个buff需要引领战产的去触发的 退场就会消失啊 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一技能释放之后 普攻和闪臂反击 攻击到这个负罪标记的敌人 可以造成伤害 最多四次 一技能再次归纳一下 就是先通过普攻重击 登场技攻击到敌方挂标记 然后一技能释放后 再次领岸一技能 然后打出四次普攻伤害 一技能就是这个流程了 然后来看天赋啊 当引领的审判指蟒时 就血条上方这个紫色条码 达到100的时候 使用重击可以触发一个超大范围的伤害 倍率还不错呀 四级就有230的倍率了 同时把标记变成印记 持续18秒 这个标记前面说过怎么触发了 这里有写 有了这个印记的人每秒都会造成一次审判之雷 四级一次是50倍率啊 相比那个普通印记12倍率啊 差距还是蛮大的 审判指可以通过普攻技能 一技能各种伤害获取啊 说白了 没有满审判指就是普通标记 一套一技能只能触发四次倍率还低 几乎可以少到可以不用去了解了 而审判指满了之后 重击啊 然后就变成高级标记了 持续18秒之9一次有50倍率 一秒最多一次啊 需要注意这个普通标记是退场会消失 而高级标记就不会了 所以引领主要依靠这个高级标记去打伤害为主的啊 去挂后台也好啊 战场也都行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大招非常简单 造成大范围的导电伤害 七段伤害 四级就有500多的倍率了 这个也是引领的核心输出来源之一了 登场剂 简单粗暴的九段伤害 倍率圈不高但是范围大呀 这个角色从前来看吧 就是一个自大 能搭能群 机智手感都是比较优秀的 哦还有一点都挺白的 我也很喜欢也很满意啊 真不错呀 退场剂就是邪兽能量满了之后触发的一个技能 下位登场角色提供20导电伤害和25的大招增伤 不愧是限定的五星角色呀 给了两个增伤啊 这个buff对于雷系大招的角色来说收益比较大 比如目前唯一一个雷系主色卡卡罗就非常适配了 这点后后面一起说 至于血肉能量就是左边这个圆圈 最高上线100点 靠一技能和大招以及登场剂获取的一个能量 为了防止各位是刚入坑的萌星 这里跟你说一下啊 就是左边这个圆圈条 属镜加成方面给到8爆击和16的攻击力加成 天赋一呢 释放一技能之后给到15爆击率 持续15秒 意味着这角色最好是一技能起手为主的 而天赋二呢一技能第二段那有标记目标 体格版10和版10的攻击力加成啊 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了 那技能也说完了 接下来说一下输出手法流程吧 结合天赋机制 A中其手去攻击敌人 给敌方挂上一个负罪标记 然后一技能再次点二一技能 平A4次 然后审棒值满了之后 中击之后变成了高级标记 然后释放生孩技能获取增伤 最后开大爆发收尾流程 再通俗的讲就是A中命中敌人 一技能一技能平A4次 审判值满之后中击 生孩技最后开大招就行了 至于技能加点方面呢 主谁全部要升级 如果是负谁那么普攻不点 其他都要点的 然后来说一下配对方面的主流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是主谁引灵 那么负谁选择冤武 打伸冤给免费送的角色 刚好这个辞职有阿卜 因为篇幅有限 我这里简单说一下这个角色的作用吧 拥有协同伤害 权队防御力提高 看打断能力提升 共振值通俗来说就是薛认值提高了 就是打完那个血条下方 那个韧性条就会瘫痪嘛 他瘫痪了 你生存能力就高了 你输出也就跟着高了嘛 共鸣链比较高的话 也有套盾等收益 是为只有多功能性的一个负谁辅助角色了 特别是打那种高韧性条的boss 是非常好用的这个角色 如果你是打算玩负谁的引领 那么主谁选择卡卡罗 雷系输出大谁 依靠大招回击的角色 比较适配 不过由于卡卡罗自身机制偏对当 一技能命中叠成等因素 需要一定的操作能力才比较好用 按照我个人操作下来的话 我是引领主谁的 然后搭配云武 破敌方的共振值比较快 输出器官会更高 因为我卡卡罗的上行技能 老是打空的问题 说白了操作不太行 不过按照上线来说卡卡罗和引领的组合确实很强 更强一点 至于其他角色 我觉得可以搭配 但是属于那种浪费了20雷伤和25的大招伤害为主的 如果你不建议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 奶妈方面又是首选这个威力奈的 他能给全队增伤的比较好 同时还能给登场角色使用回血技能 如果你没有威力奈或者太忙了 你可以选择健新 他能提供大到增伤的 对于这个队伍来说也非常不错 其他的话就四星奶妈就是一个白纸了 遇商家开局会送的 如果关于配队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提问 然后我们说一下武器方面选择 首选专武 90级500点攻击力的白纸和36暴击 给的非常多暴击率 特效增伤以及加工的 决赛不在场的时候会加多一点攻击力 负债收益会相当高一点 如果你的暴击率较低的话 是非常准备抽取的 是选大约卡武器 轻音412的攻击力和20.2的暴击率 按照金一的月卡武器 对比专武差距反而20左右 没办法 白纸和特效专武 肉眼差距的很大 然后是缠住武器了 攻击力辞条的 特效充能有用 但是普攻对引领来说 特效收益比较小 总体不如月卡好用 不过好在就是白纸比较高 然后四星武器的一个奇幻面咒 提供充能加成为主的 非常适合布施的引领使用 还有断造武器 这把武器有充能加工 还有回血 也是不错选择了 都是提高回转能力的武器了 最后还有卡车 金舟手腕武器 算是最后的选择了吧 提供攻击力加成 还有什么生命值加成的 一个武器特效 生骸方面有两种选择 如果你是主C 那么就雷套就行了 如果你是玩副C的 雷套和那个充能加工套 也是都行 都可以 具体的看副词 哪个好 带哪个就行 主C推荐带云赏更好 副C用硕雷更好 因为主C你要战场 云赏 它是一个多段伤害的为主的 不过确实有时候 倒是打空 不过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 副身骸的伤费方面 我们选择一个充能 或者攻击力 还有另外一个导电 另外两个1 就是攻击力就行了 我带两个4 是因为我没有刷 比较好的一个伤 没办法 先过度的用 因为引领主要依靠的是 1技能和大2为主的 那么副词条 两个都很不错 需要的词条是双爆 大于攻击力 等于充能 大于1技能伤害和大于伤害 由选择考虑 这6整词条为主的 充能效率 推荐到160以上 才比较良好吧 而天赋提供 蛮15的暴击率 所谓面板 尽量不超过85 正常有个70暴击 就差不多足够了 好吧 共明练方面 1回应 是一个1技能 高倍率 伤害体格蛮70 辅强一下 作为负C的伤害倍率 打出更多输出了 可以更好的是主C 2回应 1技能的话 可以触发4次持及 爆发伤害 回复一共20点 审判值和20点 大能量 加快的回转能力了 而3回应 高级标记的倍率提高 也是纯数值的 4回应 全队攻击体格蛮20 5回应 大招伤害体格蛮100 6回应 我去 破局斯 开大后 普攻造成4次 高倍率的伤害 1600多倍率 4级大招才500多 6命确实牛 不过从一看下来 几乎都是提高数值为主的 基本上没什么机制 除了恶命 0加0就是完全体了 如果考虑补强 那么专武 毋庸置疑首选 提升大 而且还不歪 然后就一回应了 总体来说 要么0加0 0加1 1加1 6加1 看钱包选择就可以了 最好总结一下 引领证明 角色是能够对当 对群的一个角色 可以阻塞 负塞 而且是一个机制 非常优秀的负塞角色了 在目前版本来说 算是一个保值度 较高的角色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去抽取一个0加0就行的 有一次开辅角色 个人不是很推荐 抽取命座 专武倒是没问题的 所以各位已经抽到这名 漂亮大姐姐了吗 OK 以上本期视频 全部内容了 视频制作不易 每天曝光视频 有帮助的 各位喜欢点赞支持一下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去讨论 那么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